リベル近イエス 国康川任寺先生 ヒヒヒ krij m 负出祈願的健訓 奇迹秋千 包神 許會否 개 médท 中文уп gaan證明 求祈祈 és 我们大家都好想你 不知道这几天 你在天上都在做些什么 已经每天晚上都好想梦到你 见你一面 但你应该是知道 我会激动我会难过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来见我 不过我相信 你现在在天上一定很快乐 没有冰痛的折磨了 而且你真的辛苦了 弟弟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 谢谢你今生成为我的姐姐 下辈子我们一定还要再当一家人 我们大家都好爱你 谢谢 于怨起已知肠癌抗战八年 化疗七十多次 21号病逝于台北荣总 享年39岁 告别是29号在第一殡仪馆 才基督教音乐会仪式进行 于天当天在脸书贴出全家辅照 今天送别怨起 现在已经无病无痛 到天上当天使了 你的美丽身影会一直留在大家心中 聚工 教授到天 追思礼拜结束 于天夫妇哭到眼睛红重 被引导至后方瞻仰仪容时 李雅萍大喊下辈子再当家人 哭声传遍整个会场 李雅萍大喊 亲戚这辈子对我的恩情 我只能下辈子得报答她 我不会忘记她对我的好 她真的把我当成家人一样疼爱我 常常打电话关心我 我现在我不 其实我没办法相信她已经离开了 我跟她的缘分怎么这么短暂 琪琪去当天使了 她跟我告了一个很长的家 因为她好久没有出国了 我祝福琪琪 放心去旅行 一路好走 于大哥跟雅萍姐 居下的任务跟责任 就是要好好照顾这两个孙子 这两个可能就是一个传承 也是琪琪的愿望 那好好栽培她们两个 可能她们两个也是未来的大明星 那也可以完成 琪琪这辈子没有完成的愿望 所以呢我刚才跟于大哥说 或许就是回忆 未来才是希望 于天跟我也是 几十年来的讨厌 所以可以说真的就像我们女儿 真的很不舍很不舍 爱于白发人无法送别黑发人的习俗 于天夫妇带着外孙们先行离开 习俗上夫妻也不能相送 但老公Gary却不忌讳 和于香泉一同陪伴于怨起 走完人生最后一壤路 所以说谢谢你让琪琪在地上 佛出的精彩 佛出你的一样的建造 他特别穷零 看过琪琪这两个孩子 那他们可以千万挂掉的小孩 不然我们这边封女们好 完成安息礼拜和静塔仪式 于香泉 于小平和Gary 特别前往诸葛亮墓前置役 希望阿伯可以照顾一下姐姐 于苑琪的长眠地 在基隆永恒远区八楼 时光学院以书柜方式呈现 每个柜位有五个书本造型的墓盒 家属可以将难忘的物件放置其中 他生前就有讲过 是希望他可以跟他的狗狗 放在一起 狗狗的骨骸有带来 很谢谢这么多人 不管是电视机前面的 然后网络上面的民众 我关心他的 不管魔教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就是帮他有祈福祷告的人 我们都非常感谢 希望这些祷告外节 一定会收到在天上 他会过得很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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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